观影不自赏,好电影虚同响,大家好,欢迎收看良品电影。 某天早上,头疼欲裂的郑浩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,开门一看是附近警局的警卫老崔,正在疑惑之时,老崔一脸严肃地告知郑浩,他分居的妻子美英在昨天晚上遇害身亡。 郑浩瞬间从宿醉中清醒了不少,随后老崔开始询问郑浩昨晚是否有不在场证明,原本这只不过是例行公物,可是老崔意外地发现郑浩手上沾有鲜血,而且衬衫上也布满了血迹。 郑浩连忙解释这都是误会,这些不是血,昨晚我在跟朴真树一起喝酒,这边解释他准备拿起手机拨打给朴真树证明,却意外翻出一把带血迹的匕首, 这更让郑浩跳入黄河也洗不清了,警察一发现事态不对,掏出手铐想要将他带回去调查,郑浩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警察带走,于是郑浩用平底锅将老崔敲晕,拿上钱包和外套就头也不回地逃出了家。 对于昨晚的自己到底做了什么,郑浩也一无所知,因为他30岁醉酒后经常断片,就不清楚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,是否真的是自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。 在超市里郑浩拼命地回想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,可是脑海里只记得,在晚上7点多的时候,和自己的好友朴真树在餐馆里喝酒聊天,打电话联系朴真树后,朴真树因为公司的事情正忙着让郑浩到公司找他。 在跑过一家服装店时,郑浩意识到自己需要伪装,原以为自己钱包内应该没有钱,可是谁知钱包内有厚厚的一叠现金,于是他拿着这笔钱将身上的衣服里里外外都换了一个遍,随后潜伏到美英家附近,这里早就已经被警察布控。 在这里,郑浩慢慢回想起,昨晚喝醉他确实有打开密码锁,然后进了自己妻子的家。 与此同时,老翠被电话吵醒,是刑警队长打来的。 为了贪图功劳,老翠谎称,被害人老公早就没有在家,他一直在附近打听消息。 随后开始在搜查房间,最终找到了朴真树的名片,这边郑浩终于见到了朴真树。 朴真树说,那天晚上他们喝完酒之后从超市满烟出来,站到一高三的学生正在敲诈一个小男孩,郑浩看不惯想要出手,朴真树拦住了他,并且拉着郑浩到酒吧再喝了一场。 喝得脸红脖子粗的郑浩和朴真树谈起了自己和妻子,因为钱闹别扭。 真树欠告郑浩让他再去找英美贵地求饶求原谅。 说到这里,真树脑中不定想起,这小子不会真的去了吧? 而听到真树的话,郑浩也拿捏不准。 昨晚是不是在喝醉后暴怒之下将自己的妻子杀死? 这边老翠又来到案发现场,在这里东搜西找之后,在一个隐秘的柜子里面翻到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。 打开一看,里面是厚厚的一叠钞票,老翠心乱如麻,最终以这些不是干净的钱, 心安理得的据为己有。 在出租车上,郑浩终于回想起一点,他昨晚确实有去找过美英, 但是美英见喝得大醉的郑浩抱怨了几句,郑浩不知道当时自己有没有立刻出去, 于是他又来到了昨晚喝酒的那个酒吧。 酒吧女服务员不知为何看到郑浩非常热情,可是郑浩却一脸懵, 因为他根本不记得昨天晚上在这里发生了什么, 于是酒吧小妹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完完整整地说了出来。 昨晚郑浩和郑浩喝完酒之后,在酒吧里比赛飞标, 郑浩输了很多钱,郑浩非常得意, 但其实只不过是郑浩故意输给郑浩的。 和小妹结识的缘由是,有两个客人借着酒劲想要欺负小妹, 其他人都袖手旁观,郑浩看不下去了,为小妹出了头, 小妹非常感谢。 这边警察已经找上了郑浩,他说郑浩欠了一些高利贷, 作为朋友,郑浩偶尔会请郑浩吃饭喝酒,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, 谁知道郑浩却一直消沉,最终英美和他分居。 所以老崔让另外一名警察先去昨天他们去的酒吧, 他随后就到。 在郑浩和小妹聊天时,警察来到这个酒吧, 小妹看到手机里照片上的人, 知道警察正在找郑浩,连忙咋马虎眼, 说他就昨晚来这里喝酒。 郑浩走出酒吧时,正好被老崔看到, 他拔路而逃,险着又险地坐上一辆出租车, 在车上,郑浩摸到口袋里的醒酒茶, 昨晚的记忆终于回想起来。 昨晚郑浩在离开美英家时, 美英将这瓶醒酒茶送给郑浩并且鼓励他, 希望他快点振作起来。 郑浩很感动,口头承诺他会努力赚钱, 尽快把账务还掉。 就在小区吹风时,郑浩收到了一条短信, 因为记忆模糊,他忘了短信内容, 所以郑浩当即下车准备给手机充电, 他走进了一家便利店里, 在给手机充电的间隙,看着熟悉场景, 往日的心酸终于回想起来。 几个月前,他被公司辞退, 为了不让妻子美英担心, 他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美英, 只是想努力地找另外一份工作, 每天还假装正常地上下班, 最终沦为了工地上做一名临时搬运工。 这天晚上,他在街上行逛时, 收到传单小妹发来的传单, 传单上充斥着各种一夜暴富的谎言。 群困潦倒的郑浩轻信了, 走进这家赌博游戏厅,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 郑浩咬咬牙, 将身上仅存的一万韩元塞进了赌博机里, 从此他踏上了不归路。 这边一对年轻情侣在野外发现了一个燃血的黄丫头, 与此同时, 郑浩的手机终于充好了电, 他打开手机找到昨天晚上的那条短信, 今日营业时间已开始, 祝您好运, 来自第一游乐园。 昨晚郑浩在收到这条短信之后, 心里又痒痒了, 早就把之前的承诺抛之脑后, 拿着真数输给自己的支票, 再次去了那个游戏厅, 而且当初他签下高利债的债主就是金市长, 金市长就是利用郑浩这类企图一夜暴富的赌徒, 然后布局, 如果对方没钱还债, 就会强行砍断他的手脚, 这样他们就可以用高额保险金还债了, 可谓是最毒富人心。 想到这里, 郑浩打电话联系了真数, 将昨晚金市长可能去过美名家的推测告诉了他, 而且希望他能够将这个消息汇报给警察, 真数希望郑浩立刻去警察坦白一切, 郑浩则不然他想要找到自己不在场证明, 警察这边找到了美英的通话记录, 发现美英的最后一则通话是打给KTV的, 在老崔的逼问之下, 老板这才老老实实的交代, 昨晚在郑浩走后, KTV老板打电话过来通知美英接客, 原来为了给郑浩还债, 美英听从了金市长的安排, 在KTV里当了一名陪酒小姐, 听到这里老崔对金市长产生了怀疑, 再加上另外一名警察的汇报, 金市长也有重大作案嫌疑, 郑浩刚到游戏厅就被文讯赶来的金市长喷倒在地, 在被打手痛击头部之后, 郑浩终于想起了在游戏厅发生的事情, 短短半个小时, 郑浩就将真数数给他的支票全部输完了, 可是疏红了眼, 郑浩还要将醒酒茶换成游戏壁, 这个时候金市长走进游戏厅, 还不设防地将钱包放置在桌子上, 此时的郑浩眼中只剩下桌子上鼓鼓的钱包, 脑子一热也不管其他后果, 拿起钱包后就冲出了游戏厅, 后来还与金市长的打手大打出手, 在打的过程中, 郑浩抢走了打手的匕首, 身上还不小心沾到了对方的血, 昨晚出去陪酒的美英, 在得知三位客人都是高中生时, 将其汇报给老板, 老板知道法律有严厉禁止, 不能将酒售卖给未成年, 三位高中混混被老板赶走, 高中生在走时还骂骂咧咧, 屋内郑浩努力挣脱掉绳子, 屋外警察正在蹲点, 就等金市长负责手术的黄先生过来, 郑浩拿着一块玻璃碎片, 趁金市长不备扎在后背上, 随后跑进屋子想要趁机逃跑, 却被打手一棍子轮倒在地, 就在金市长准备结束正号性命时, 警察赶到,将金市长一伙全部抓获归案, 与此同时, 昨晚那三个高中生混混也被抓捕归案, 在警局老翠找到正号, 说早上在美英家里找到了一个手提包, 正号一听连忙解释, 我昨天晚上喝得太醉, 不小心从游戏厅拿出来的, 老翠一听游戏连忙威胁道, 反正事情已经水落石出, 如果又牵扯到抢劫事件, 会让事情更加复杂, 不如让我代为保管, 正号有苦说不出, 只好点头答应, 两人尴尬之际, 警察传唤了正号, 将三名高中生的审问结果讲了出来, 昨晚美英下班之后, 好巧不巧被三名高中生看到, 三人怀恨在心, 一路尾随到了美英家里, 最终在家中将美英杀害, 而昨天晚上, 正号抢走手提包之后, 再次回到美英家, 手拿手提包他开心大笑, 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, 但是正号不知道的是, 美英此时只是头部受伤, 如果他在细心点, 及时送他去医院抢救, 完全有机会将美英救回来, 三年之后, 正号不仅没有大车大悟, 反而再次沉迷于心形赌博, 不能自拔, 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, 《我杀了妻子》是一部2019年上映的韩国悬疑电影, 多半评分5.5分, 本片虽是一部悬疑片, 但是新人导演别出心裁的以杀人角度, 传递给观众们准准告诫, 不要赌博, 十读九书, 好了, 本期良品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哦,